北溪兩條天然氣管道在波羅的海出現多處的斷裂 以此人為破壞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二對記者說 布林肯說正在對洩漏進行調查 初次報告顯示 這個可能是一次攻擊或是某種破壞的結果 但如果被證實 這個顯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白宮新聞秘書讓皮埃爾就這個問題回答時說 他不會去猜測原因 他並且說關於歐洲官員是否要求美國幫助確定洩漏的原因 他沒有任何可以報告的消息 北溪一號長1,222公里的天然氣管道 之前一直是德國的一個主要天然氣的來源 北溪二號全長1,234公里 還未投入商業的營運 瑞典國家警察週二宣布對北溪一號管道 可能破壞進行初次的調查 並且說他們確立了一份報告 犯罪類別是公然的破壞 丹麥首相佛萊德里克森週二說 有三處洩漏 因此很難想像這是偶然的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是贊同說 他們清楚看到這是破壞行為 可能意味著烏克蘭局社的進一步升級 波羅的海管道是波蘭減少對俄羅斯能源依賴計劃的一部分 這條管道將通過丹麥 將波蘭和挪威的油氣田連接起來 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佩斯科夫 就破壞的可能性說 現在無法排除任何選項 它並且說洩漏令人擔憂 俄羅斯本月9時關閉了北溪一號 表面是為了維修 北溪天然氣管道在一份聲明當中說 北溪系統三條離岸的天然氣管道 在同一天同時遭到損壞是前所未有的 目前還不能估計天然氣運輸基礎設施的恢復時間 丹麥武裝部隊的一份聲明說 最大的洩漏正在形成直徑一公里的氣泡 最小的正在形成一個大約200米的圓圈 聲明還附加了從博恩·霍爾武島拍攝的洩漏照片 歐洲科學家說 地震而星期一記錄了波羅的海出現的強力爆炸 同一天兩條天然氣管道的壓力出現下降 社交媒體上對誰可能破壞了北溪管道有很多來揣測 但沒有可信的證據顯示一個可能的作案人或動機 推特上的分析人士和業餘人士說 俄羅斯可能派出了潛水員或無人潛水器 在管道上打了洞 管道的森林在冬天內臨前對歐洲的影響雖然還未清楚 但這三處的洩漏對野生動物和海洋交通造成了直接的危害 環保組織說天然氣可能會讓動物窒息 對來往的船隻構成了爆炸的威脅